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前往考察彰化地区的交通建设 同时就台76线延伸复兴支线高价化的可能性 与彰化县府及地方人士进行讨论 交通部长王国才同意先行补助评估经费 再由彰化及云林两县府来进行可行性评估的规划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前往考察彰化地区交通建设 县长王会每与立法委员陈素月 以及各级民代陪同前往二水乡饮水公园 视察张南大桥规划情形 过去的设计是衔接到我们的竹山这边 现在地方的民众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 从我们现在的南沿段衔接到直接过来 我们的张云大桥接到里内这附近 这样的话未来我们南投也好云林也好彰化也好 这里透过这样的衔接可以做交通更便捷 最重要从林内或者从南投透过这样一条路 可以直接到二水涉头到我们的这个高铁站 今天这个张云大桥来到这里有一个扎道 直接上国道三号 这样子未来对整个二水 然后这个东张到路南云都要往北 就是到田州涉头 他们要往南的话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把这个楼打通的时候对中华 离水尤其方便 还有筋 所以说我们最需求的就是以这一条道路来连接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方案来看也比原来的方案 这个比较省钱 然后对于二水也比较近 那对云林也有帮助 我们同意就是拨可行性的经费 请张化县政府跟云林县政府 来先做一个可行性的分析 县长王慧美提出 在国道三号设一处交流道的新方案 不仅离二水更近 也能大幅节省工程经费 让交通更便利 当场获王国财部长 决意先行辅助评估经费 由张化县及云林县政府优先进行可行性评估 王县长特别感谢王部长的支持 造福更多详亲 记者重新以张化县采访报道